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里面你把它拆开来 很多都是这个胎肠供应链 那现在连茂也通过他的这个认证 所以连茂这两天在走一个补涨行情 那最近他除了是因为说有打进灰达的供应链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赵峰的00943他要在4月底4月29号来募集 传出有一些相关的成分股里面就有这档连茂 那其实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就已经先提早跟我们的这个 古海大丈夫的各个班的会员我们都有让他们知道这个 所以这两天其实00943成分股有一些我特别指名的都有标起来 像这个这两天标满胸的盛群 那再来各位盛群盛群是全雷达班的 IC设计班你也有这档盛群 我在这个月的几个分享会里面我有跟各位分享说 销店的部分消费电子还有什么生活家电这些会大陆的这个就换新的政策 包括降息之后也会刺激经济 那就会带动这个消费复苏那销店这块就会上来 所以我认为盛群在这里也是底部 也许虽然有什么消息或干嘛 他在往下但是换做是我我在这边我会一路一直买 好那除此之外我说集团作帐中美金集团的环球金 跟这个中美金也是ETF成分股 那到上个月底的蓬城也上来了 文帽连帽我们也把它当做一个作帐小金鸡 那这一次连帽上来 这个上个月还有这个王雪红 我说 头子的路若是只能陪你放血一尘 王雪红 其实我都在我的YT有跟各位讲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YT的人 你赶快订阅进来 那我们在YT其实因为在广播跟中视 我大概就只有20多分钟让你跟你讲 但是在我的YT里面我可以讲的比较清楚 所以下面这个孤海大丈夫这个条码你给他扫进来 那扫进来之后呢 小铃铛记得打开 那宏达店集团的这个威胜 威风店也打过一波 OK好那 那紧接着再来 我说到了四月天 那四月天呢 这三天就是三月营收 到下礼拜回来 八、九十还有三天 所以这三天的营收 也要陆陆续续公布出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刚好跟各位讲说 其实在周末YT出来了一个新闻 就是00943 我讲说兆风要在四月29 好那我今天花点时间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一个成分股 股里面到底有哪一些 那当中有这个鸿海、人宝 那这个当然鸿海是这段时间都有在涨的 那人宝也是跟着这个笔电伺服器的这个代工 那再来就鸿基华硕 那鸿基华硕我跟各位说 这两档公司有什么题材 AIPC 那微星是属于电竞的 那晶圆呢 这档个股是属于这个 键盘 键盘股 那晶圆的这个 其实去年获利不错 去年获利不错 那他等于说也可能会被归类在 就是归类在这种股息 相对比较高的个股 那曾威也是属于这个鸿海集团 那汉堂是设备 设备股 超风是风测股 那联发科 那翼龙呢 你可以把它归类在这个 因为他是属于 他在这个笔电的触控面板这一块 占他营收的大宗 所以翼龙可以把它归类在AIPC这一块 那可乘呢 其实这几年 可乘他是退手 可乘他退手这个手机机壳 把它卖给大陆的这个公司 但是可乘他的这个 在铝铭合金机壳这一块 他是具有这个 等于说你把它当做说 苹果的Mac的笔电的这个机壳 笔电机壳 所以可乘你也可以把它归类在AIPC这一块 那各位你知道说 其实这段时间 我说如果你手上 你已经没有这个 我说你如果是空手的 我觉得AI伺服器这一块 我不建议你再去操作他了 因为他其实很有限 目前这三档看起来就是说 老AI就是广达还蛮强的 但是广达的这个 这个位阶也相对比较高 所以你要做去 你要去做位阶高的 我说相对的 你要不要留意 你要小心一点 但是呢 回过头 我说 我说 与其去做AI伺服器 其实AIPC 我认为在下半年 会是一个新的亮点 那其实 超维的这个执行长 舒之锋 他在大陆 这个上次去参加AIPC论坛的时候 他也强调说 接下来AIPC 会是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所以可曾 我刚刚讲说有几个 这50个成分股里面 我会跟你讲说 其实蛮多都跟AIPC有关的 那敦阳是做企业这个系统 整合服务的 那杨博 连阳 连阳你硬要 连阳他也属于PC零组件 连阳这一块 那01 还有威剑 连勇 连勇做这个面板驱动IC 那他的面板驱动IC 有大尺寸面板 有这一个手机的面板 那也有这一个 笔电的面板 这一块都有 车用面板都有 好 那 你刚刚说 那他有没有部分 有一部分算于在这个AIPC里面也算 ok 因为你知道 在两年前疫情的时候 不是 比电大缺货 对不对 那比电大缺货 你知道那时候敦泰 天狱 连勇这几家 瑞迪这几家公司的股价 都是大涨 好 那再来就是经济 那经济是比较属于这个 10英元件震荡器 那就是在手机这一块 那手机不管是苹果 Samsung 还是华为 都会用到 经济的10英元件震荡器 那 特别是这一个 我们讲说 AI 除了伺服器以外 还有什么样 还有 现在AI手机 有没有 AI手机 现在也是兵家避震之地 那特别我们讲联发科 他也 现在也推出这个AI手机的旗舰晶片 好 那大哥大 台湾台湾大是属于 这个 比较稳的这个 这个 高级电信 日电帽 全科 反甲 敦 敦 也是面板驱动IC 这个敦 敦 敦 那 反甲是属于这个 车电连接器的这一块 那大连大是属于 IC 通路商 然后正文 正文 我们讲说网通设备 然后合硕 这一波 在上个月合硕不是也被黄仁勋点名 有没有 就是说 也是 列入这个 他们 挥达的这个 合作伙伴 那再一档就是仲达 那这档仲达呢 各位去年在涨 去年年底在涨细光子的时候 比如华星光啊 前景光电啊 等等的 那其实 仲达他也有细光子的题材 但是仲达这一波相对的其他 光通讯的概念股 仲达反而是 比较没有涨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这两天 在公布了 这个 00943的成分股之后 其实仲达在礼拜一有涨 但是在 昨天 它的 股价就 等于说回档有做一个整理 但是我认为 如果说 你要买在绝琴股底的话 那我认为这档仲达 各位 你也可以稍微来留意一下 你也可以稍微来留意一下 那除了仲达之外 这个 有达星材料 中光电 中光电 它其实也是 达星材料跟中光电 它其实也是其他ETF 成分股 好 那床月是属于这个做这个细晶圆 细晶圆的原料 还有这个设备的都有 那圣辉是属于半导体 半导体设备的概念 那再来有这个星浦 那再来有这个星浦 属于这个电池的 那星浦各位 你知道 其实星浦它其实过去都做这个 银电的银电池 手机的银电池 还有笔电的银电池 那慢慢它现在又要跨路整个汽车等等 所以如果你要严格把AIPC的这个领主件工业链里面 那星浦也算在里面 好那齐邦呢 它特别都在联勇的 联勇设计的这个驱动IC 都是在齐邦做这个封装 所以他们之间有上下游的关系 那再来瑞宜 瑞宜是属于做面板的这个背光板 那瑞宜过去这几年的配股也是蛮稳定的 好了各位那你们看到接下来是圣群 好那圣群呢 我稍后会跟各位来讲 这档圣群呢 其实各位我在三月 我是不是在这个 9号10号两天我跟各位办的与成同乐 我因为我三月庆生 我每年在三月我会跟各位办这个见面会 我三月的时候我想在这个时候 没有一个分析师会跟你讲MCU 可是我在三月我们的分享会当中 我非常大力的跟你推荐圣群这档股票 那你看到圣群这两 这档股票就在短短这两天 它从93 从93块 更正 短短这两天从53块 从53块就标到昨天的高点61块 其实短线的涨幅也将近20% 那也不会比这个隔壁的这个联帽差 那联帽当然我在这个上礼拜 礼拜四 礼拜四礼拜五还有到这个周末 这个ETF也把它入列到成分股 所以联帽联标了这个 应该讲三根涨停 有三根涨停 所以当联帽各位 可以稍微留意 短线涨幅这么高了 我想 各位你追加还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 这整张表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在绝情谷底的 你可以留意 那金城呢 这家公司本身是做资讯软体的 做资讯软体的 那在资讯软体这一块 AI要有后面的软体做backup 就是做资源 我们台股 有几家的这个软体公司 表现获利都蛮稳的 比如说 这一档金城 他专门都是做这个金融业的 那另外呢 其实有一家属于宏羁集团的微软 也是软体 他表现也都是 算相对蛮稳健的 蛮稳健的 那这个系格 是属于联发科 御用的这个封测厂 那台表科 我们知道他做这个SMT 这个加工的 那过去在miniLED加工这一块 那他的获利也不错 台表科同时也是 也打入这个车电 比如说现代的电动车的这一块 这个代工 那另外 训德是做设备 身家电子 细创也是面板驱动IC 那再来这一档智新 各位 做电源管理IC的 我们是不是 在我们的电源管理IC的 这个陈盖国民党当中 是有力智 有这个帽打 还有就是这一档智新 那以去年一整年的这个获利来讲的话 这一档智新呢 他的去年的获利表现 他是优于力智跟这个帽打 那我想智新 他的电源管理IC里面 也是归类 他也是属于这个AIPC 属于笔电PC的供应链之一 水档智新可以留意 那事实上 其实是属于这个 在这个IC通路 模组通路的这一块 那南茂做封测 达方 雨瞻 雨瞻是做这个公控记忆体的 那雨瞻其实过去这几年的这个表现 也是 获利表现也是蛮稳的 蛮稳的 那当然 我想今天 也有这个工商时报 也有关于这个记忆体的这部分 那各位 我讲我这几个月 我都有跟你讲说 其实我们看 今年的记忆体 还是具有这个成长动能 所以 关于记忆体的这些 模组厂或者是晶圆厂 晶片厂 我觉得IC设计的 我认为股价拉回 也都是你可以这个 逢低来布局的 一个族群 好 那最后一个是金居 来 各位 最近你看到 比如说我们讲的铜箔基板 那铜箔基板 这个不管是不是打入这个 灰达的供应链 那台光电 台光电 然后这个 台药 还有这个联帽 好 那你知道铜箔基板的上游 要有什么 要铜箔 要铜箔 然后要什么 要剥鲜 剥鲜板 那剥鲜板 当然我们前一阵子 带各位做的富桥 对不对 富桥 剥鲜板 还有建农 但是建农跟富桥 感觉上 富桥最近的股价 会比较活泼一点 那再来就是 我说铜箔基板 除了剥鲜板 另外一个重要的材料 那就是铜箔 那铜箔 我们国内的一个大涨之一 就是金居 这档金居 那我想金居 既然列入了这个 ETF的 10943的成分股 那我认为这一档金居的股价 未来各位也可以稍微来留意一下 那我想这档金居 也是我们过去操作的这个成代股 那从这里面 你可以发现说 里面有 有不少 我们的这个成程概念股 那 当然里面 也有 一个蛮大的占比 是在哪一块 AIPC 讲到MCU的盛群 那你看到这两天在涨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我们永远怎么样 比别人早一步 这是我要跟各位强调的一个概念 我说你只有比别人早一步 你才有机会比别人赚更多 你看这两天的圣群 很快的从53涨到61 各位 你看圣群这样长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段时间 你就算是广达 你就算是这个技嘉伟创 或者是什么散热 或者是什么重电骨 或者是什么富士达 等等 过去很标的股票 都没有这个圣群 如果你要这几天最标的 那就是连帽 除了连帽 大概就是圣群 这两档股票 我都是提早 我就再告诉你的 好那你看到圣群飙上来之后 你看哦 在4月3号 工商呢 就发了这一个新闻出来 他说 热门股圣群受惠MCU价格指纹 那在稍早 在这个昨天 昨天的下午4点钟 各位 是不是等 圣群已经从53涨到 这个最高来到六一了 连长两天了 你看今天的理财周刊新闻出来 昨天 昨天下午4点来出来 这家MCU大厂 第二季营收增温 股价率先表态 我呢 在上礼拜 这个是3月29号 上礼拜我呢 其实聚恩已经把我的文章拿出来贴了 文章来源 泳城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盛群新品益柱 营运动能 复程调整 结束 今年望春风 我在我的分享会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MCU主群 这一张投影片呢 就是这一张MCU 我当时跟各位讲MCU 我为什么那时候会跟各位讲MCU 我们来看一下 我当初跟各位讲MCU的原因 就是基于这一个 在3月出现一个新闻 陆旧经济 既扩大设备更新 有没有 同步推消费品 已就换新 还有呢 也基于怎么样 另外一个消息 远准会降息 那远准会降息 跟大陆扩大设备更新 为什么跟MCU有关 为什么我能够预告在前面呢 我们节目下一段时间 我再跟各位说说明 那利用广告时间呢 你还没有加我LINE的 你赶快加进来 如果你想要比别人早一步 如果你想要领先台面上 所有分析师 在早上的财经节目 还没讲股票之前 领先布局 然后他们在 早晚的财经节目 拿出来讲的时候 在等着他们在帮 你跟我来抬轿的话 你一定要提早 把我的YT订阅起来 把我的LINE加进来 因为我的股票永远比别人早一步 就像这一档盛群 让你怎么样 买在绝情孤底 买在绝情孤底 是同样的意思 好吗 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各位 台湾最大的是盛群 盛群的前身好像叫和胎 那他们是连电的人出来的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它这么弱 因为大陆的MCU也在竞争 低价 但是如果 我刚刚那一个记者写的 如果大陆它确实要出台 以旧换新刺激消费艇的话 那整个MCU 我认为底部就差不多 因为会去库存 去完库存之后 就上海了 现在的那个IC设计的代工价 就掉下来了 因为前两年不是在抢产人 所以那个代工价都调高了 那现在他们的代工价要调低了 那我认为这种公司 就是在台湾已经经过大风大浪 这些公司都是从2000年 2008次代风暴 然后COVID-19疫情都经过这些公司 你不用太担心它会倒 我很快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我在我三月的这个分享会 我就跟各位讲 为什么说联准会升降息 会对这个MCU有很大的帮助 来 我很快跟各位讲 我说联准会降息 资金会跑到新兴市场 只要一降息 房市车市就会好 房市代表的是原物料的动能 还有大家原物料 还有因为降息 大家因为利息缴的少 大家的开销 大家的支出 买东西的钱就会变多 那消费品就会 这个需求会大起来 所以做消费品的公司就会好起来 这第一个 那降息因为美国的利息高 那如果降息之后 这两年不是车子 这个车电 车子电容车卖的少吗 还有那就是因为升息 那如果降息利息变低 那车子怎么样 就会 这个需求会出来 那需求一出来 我们台湾做车电的个股 概念股票就会涨 所以道理非常简单 为什么我做股票 一定要从总金面出发的话 是因为你了解总金面 你就会知道 你接下来趣事看对的时候 你可以很多股票 跟我怎么样 埋在绝情谷底 好来 那再另外一个新闻 你看这个是我在 我们的分享会 我都已经在提早跟你讲了 那分享会 同样讲说 这一张陆旧经济 大陆设备更新 就是这一个新闻 那这一个新闻呢 一样 大陆为了要旧经济 他要刺激消费 对就跟我们台湾 过去几年发消费券一样 那我们台湾也有 什么家电 什么冷气 洗衣机 有没有 换新 同样的意思 那大陆现在也推这一套 那总的中国市场很大 所以如果大陆推设备换新的话 那当然 所有的大陆 这个消费品就是以3C为主 生活家电 那生活家电 就会迎来一波 这个很大的换新潮 那各位 生活家电 要用到什么IC 那就是MC MCU 所以我在分享会 我就跟各位讲说 如果这一波大陆 既设备更新的话 那MCU会迎来怎么样 一个怎么样 或抵抗 所以我在分享会 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MCU这一章 我跟各位讲的 新唐跟圣群 那这段时间 你就可以看到 圣群是不是 就这样标起来 所以 我在分享会当中 我就说 从车用电子 物联网科技 到智能家电 逐渐折走 MCU的中端需求 也得到解放 所以 你看我现在 我就在上海的外滩 我住在这个 这个和平饭店 今年一整年 我会很密集的到大陆来考察 大陆的这个市场的复苏状况 所以我们这个 过来当商服班的同学 你可以放心 因为我永远 带各位走在 产业的这个前端 那我们 会为各位发掘这个 来在绝情谷底的股票 那像这一波的MCU 我们又领先 头顾 所有的分析师 带各位在这个地方抄底布局 所以你这两天 你有跟我赚到这个新唐 创围的更正 你有跟我赚到这个盛群 跟新唐的 那我就恭喜你 那这两盛群呢 虽然昨天打到季线 有一个上影线押回 那我认为 随着这礼拜 这个月的00943 照封ETF的募集 再加上 我刚跟各位讲的 这个大陆 消费品换新 再加上联准会 未来降息之后 会把资金的海啸 重新推向这个新市场 那我非常看好 这档MCU未来 盛群会有非常大的 一个成长动能 那当然 这个另外这一档新唐呢 基本上呢 他也是在底部 那我刚讲说 复苏 除了房子好 车子也会好 那这档新唐呢 他同时兼具 具有车店 又具有消费品 MCU的这个成长动能 所以我想 今天你有看好节目的 我想盛群跟新唐 我就送给各位 那祝各位在这一波 这个 放完廉价之后呢 我们的手上 不管是 新唐跟盛群 还有我们手上的 这些承概股 都能够支支 转 谢谢各位 收看我的节目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提出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